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黑科技的是竟然能支持40种语言的实时翻译 有黑白蓝三种配色 售价159美元 以后看片子不愁没字幕了 Home Mini主打便携可实现Google Home的功能 拥有红灰黑三种配色 售价49美元 本月19号发售 真的很便宜 这个普及款看来是要陪谷歌AI 面积用了 Home Max配备4.5英寸低音炮单元 支持SmartSound的功能 带来比Google Home更为优秀的极致听感体验 售价399美元 四合一设计的Pixelbook厚度10毫米 重1000克 可选配i5或i7处理器 配备12.3英寸2K触摸屏 最高支持16G内存和512G存储 续航可达10小时 999美元起售 Pixelbook的这支Pen号称延迟只有10毫秒 60度识别斜角 压杆等级 免签加 兼容各种安卓应用 Google Clips采用夹片式设计130度广角镜头 可当运动相机 但不防水 售价249美元 此外 Google还对去年10月发布的Day Dream VR进行了更新 有黑灰红三种配色 售价99美元 比上一代小贵20美元 其实今年的主题是Machine Learning或者说AI 我自己的Lexus 6P更新了新版相机后 算法虚化的成片完全不输于iPhone 8 Plus和三星Note 8 其实双色本质上还是算法优化而已 谷歌的算法太凶残 单色加AI就能干翻一大批双色 虽然你算法再牛 新品再怎么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但都不会允许在天朝梦国销售 LG向欧盟知识产检局提交了LG Chrome Max Processor和LG Epic Processor 两份商标申请文件 表示将用于两款芯片产品 此前消息 Intel为LG代工了一批使用10纳米工艺制成的芯片 看来麒宁970又可以沸腾入寒了 iPhone 8电池膨胀事件持续发酵 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了至少5起 产业链消息称这些电池可能都来自三星SDI 而苹果客服称苹果领先同行十几年电池膨胀 其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所知 有报道称一家将跳过5T直接发布6 网传一家6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配备6英寸18比9全面屏 全面屏这个概念很快要烂大街了 全面屏后你觉得手机界的下一个基点又在哪里了 建于各个平台审核经常会出现问题或者直接查水表 所以建议大家微信添加公众号VZOO 以防止因为审核问题而错过我们的节目 极简又拉风每天一分钟